第十六 第十六 这是我的 左部小银子 谢谢 这是我的 把你的报酬 这是我的 小银子 谢谢 我拿来这些 左部 谢谢 人手的叫他叫银子不够就家 周公子这么有钱 还不如直接把钱给我呀 这好多呀 肯定可以领到啊 那我们这 好好好 走走走走走 船上来了 要不要尝尝我的清茶 谢谢 您的 您的 谢谢 哪有精神喝茶啊 谢谢 你是被那个画文物给传人傻了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花钱 找拖冤大头的事啊 本公子从来不做赔板的生育 找拖只不过是为了 拉动消费的一种商业端而已 你放心 很快就会转过来的 你以后做这种事情之前 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 况且这是我自己的生意 你在那儿那么操心干什么 我既然入了股 最让我为店里的生意着想了 算了 你以后别叫人来了 回头把赚的钱还给你 许臣 你一定要跟我算得这么清楚 当然了 亲兄弟还没算账呢 更何况我们非千非果 我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 难道除了亲人关系 就没有别的关系了吗 我们 我们 我们是朋友啊 但是在钱的问题上面 越是朋友越要算得清楚 不然以后 闹歪了连朋友都做不了 算了 今天的事 是我自作主张 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的话 这样欠我一个愿望 不然 就不用还钱了 你要是再跟我提前问题 成交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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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